这样民宿的布置有没有觉得 哎呦 怎么那么悲惨啊 有点心酸的感觉 就是有民众到宜兰的某一间民宿去 他当时订的是两人房 他特别跟这个店家主妇说 麻烦再帮我加一张床 门打开的情况之下呢 他挺傻眼的 看到没 双人床就这样子摆在最角落 还有一些桌子啦 沙发等等 但最特别呢就是这个了 房子的正中央呢 房屋正中央呢 还摆了一张单人床 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孤单 他说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伤 真的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情景了 另外来看这是一张灵异照片吗 这是一个小朋友 这个男子啦 他在脸书上面分享 他说呢 当时在练武器 很多人在练武 但是在镜子上面 你仔细看一个左上角 好像是有一个小朋友 就蹲在那里 但最奇怪的是 当时这个对应过来的话呢 其实是并没有人的 那怎么会有一个小朋友 蹲在那里呢 他也不得而知 觉得看到这样的照片 其实是蛮可怕的 能不能找到 就是他 有没有 一个小男生 好像蹲在这里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看不到啦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好像感觉 真的是有一个人影 在这上面的 你认为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来网友 您的回答 我想要看一下 你认为这个黑影是什么 是灰尘吗 还是什么灯光的反射呢 好 让我听听看你的答案 在看答案之前 我们先来看下一则 饮食习惯的不同呢 料理方式也会有所改变 就是一名呢 驾到中部的北部人妻 分享了两个地区的 花椰菜处理方式 中部人吃花椰菜呢 会把菜梗外面的粗皮 给去掉 吃里面比较嫩的地方 他也问了中部的朋友 才知道 原来中部人呢 一直以来都是会去皮的 而且连小朋友都喜欢吃 不过他北部的朋友呢 则是没有这样的习惯 他说原来才知道 第一次可以这样吃花椰菜 把外面的皮给去掉 他说真的是 也算是长知识了 好 对于刚刚第二张 那个灵异的照片 有人说是监视器 有人说是投影灯 有人说是欧音 有人说是喇叭 喇叭有可能 感觉有可能 喇叭 还有人说是这个雕像 也有可能 机器装饰品 都有可能啦 也许就是看你的心态 有可能 有人觉得 哎呦感觉这真的是一张灵异照片